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港股今天是偏遠的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題目是 急需生刺激,恐狗手必失 未講到題目之前,先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子跌了138點 收報24375 成交跌至673億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的圖片 這陣子在24,000區 上上落落,浮浮沉沉 受制於20天線和250天線 大概24,900至25,000關之下 最後這個阻力上不到 短線支持是在24,140點 最近的橫行,鳥無生氣 沒有什麼刺激的消息入市 恐慌狗手是必失的 如果真的失手24,140 恆生指數可能要退守到22,800點 或者23,000區 事實上,真的沒有什麼刺激 你看看內地股市 又是鳥無生氣 是,200天線那裏支持著 但不見有強勁的反彈 事實上,阿爺現在的經濟政策 都是說不搞強刺激的 只是會用一些定向的刺激政策 例如是搞一些工程包 好像近日的鐵路股、基建股 水泥、鋼鐵 都因為說搞多些工程包 就刺激到上升 又或者一些新能源相關的股份 都是因為一些政策上升 有些反彈 不過不是很全面 整體整個市場仍然疲弱 你見到上升指數 今天都是要跌了33點 跌幅是0.89% 成交兩市加起來 都是七、八千億 現在很少 短期來看,都是怕它 如果沒有新次億 是九手孔會失的 怕它會跌穿3537點 要下市再低一點 例如3373點 大家留意著 會不會跌穿200天線 中港股市沒有什麼新刺激 一些偏遠的格局 外圍施放怎樣 總結,我覺得有放水的地方就好 我舉個例子 像歐洲一樣 放水,德股是好的 近來欲債危機談判有些進展 反覆向上升 衝上去 11,068點 但是擔心會收水 例如美國這些 擔心會加息的市場 表現不算好 好像道指一樣 近來在17,400至18,200之間 上升落落 中間位是17,800 基本上都是在中間位之下浮沉 不排除也要再次下市 17,400 好了,發達國家是這樣 新興市場 其實現在表現都是一般 特別是亞太區 好像韓國股市 你看到低位在增持 今日跌0.8% 2000關 在早前7月份曾經跌穿過 不排除也要再試一次 而且再穿都未頂 亦都跟香港很接近的台灣 台股 你見得到 今日加權指數跌到最低 就是8,404點 這個水平就是 今年見過一萬點以來 一直反覆向下以來 今日最低 即是一直反覆向下之中 韓國、台灣都一般 印尼這些股市 都在低位上浮沉沉 都不見得好 整體來看 就是 新興市場暫時是受壓的 港股都是新興市場 港股算是不錯的 不算很差 你看,現在就不算很差 因為早前差了 早前跌了下去 試過低 你現在看來就不算很差 但是它不算好 短期來看 如果整個 亞太區市場 新興市場 港股或內地股市 沒有什麼新刺激政策 或者新的消息刺激的話 恐慌是九手必失 會試一次低位 會再落一落都未頂 好了,今天的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